自从詹姆斯重会骑士之后,基尔伯特克所谓大手比建立豪振,先是用两个状况来乐福,逐渐梦幻三巨头,之后又去尼克斯交易来J2和香伯特。 并在独冠后,立马用重金税率了TT和J2,保留住独冠班底,还在触犯奢侈税的情况下,接连赌强,也正因为这样,其实在过去四年之中,每年都要缴累高额的奢侈税,总计1.36亿,即便其实独冠了,他们仍旧亏损了4000万,很多人都被死不理解。 其实老板,为了冠军这是疯了吧,不差钱还是怎么敌?如今,31-2,这就是骑士愿角那1.36亿奢侈税的原因,梅张黄他们啥都不是众所周知。 在刚刚公布的2018-19赛季完整萨城中,詹姆斯所在的胡仁以31场全美直播领先全联盟,牛市,火箭军手28场并列第二,如果散上NBA TV的直播场次,胡仁仍然以43场高居第一,牛市40场景随其后,而骑士这边。 赵姆斯一走,全美直播直接从27场减少至两场,而NBA TV直播也只有5场比赛。 更为尴尬的是,这加起来的7场比赛,其中还有两场是对战狐人的,球迷看到后纷纷对此表示,急事加薪了,这真是一点面子不给。 不得不说,这就是骑士老板愿缴纳1.36亿奢侈税的原因,有张姆斯在,他们每场比赛的门票就有保证,这不收视率就有保证。 骑士旗下的各大产业,也都将因此受益。 骑士旗下的各大产业,表面上,骑士为夺挂建立好阵,出发收耻税,是亏损了,但骑士老板从其他地方,赚的只会更多。 要知道,就在ESPN对赛季战绩预测之中,胡远被专家一致认为,连经济后赛多难,可全美直播场次就直接压迫了未免冠军,可见张姆斯的影响力。 如今,张姆斯一走,其实是避免了高额收耻税,但对于吉尔伯特来说,就收入而言两个字,是亏,毕竟,不但是全面直播的场次少了很多,求你去主场看球的也少了很多,随之而来的,什么广告费啊,门票价格啊,其下的各大商场,和你之类的带来收入啊,都将大幅锐减。 此外,其实这个夏天,并没有完成影员,就过去一个赛季的阵容,他们新赛季能不能进季后赛,都将成问题,更别提什么东部决赛,总决赛了,而这些重量级的比赛,上一场都是钱啊。 对,是没有关系的,你做到什么想法如果里面合强了,就是在哪里, 对,你要是在哪里。 感谢观看